專輯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恰恰大家好 各位我終於借到了 Switch版的傳說對決 今天就來歡迎大家加入我的 第一場Switch的傳說對決 你可以看到這個登錄大廳 真的是帥的 不要不要 一進來就看到一個拉茲 戰鬥英雄備戰榮譽檔案的社交活動 那當然是要點戰鬥囉 我要來一個經典5v5 因為我的等級還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去打排位賽 天啊 這個遊戲已經開始排位賽囉 而且最高的目前是B1 好了 那目前我就進入遊戲了 設計畫面蠻簡潔有力的 我是哪一個啊 我是那個卡莉造型的我嗎 大家幾乎都是選內建的大頭貼 喔 其實一開始基本英雄都有 好 那我要選 我選趙雲好了 很帥 這個介面我蠻喜歡 不知道未來手機會不會改成這樣的選角模式 蠻特別的 感覺蠻心臟喔 趙雲來了 非常的帥氣 我要去哪裡選召喚師技能啊 我只有原始的造型 恩 要怎麼選 有皮膚可以選 但是我都沒有皮膚 好 欸 我還是沒有召喚師技能啊 其他人都可以選 呂布帶了一個狂熱 阿斯卡帶了幾種 金娜帶了制裁 可能是要去打野囉 欸 我們隊友的塔拉跟我一樣 完全都沒有召喚師技能 究竟是怎麼回事 真是一場不公平的戰爭啊 各位 和平啊 為什麼只有我跟這個塔拉沒有召喚師技能 這個遊戲究竟是怎麼回事 對面帶了一個三狂熱 畢竟這個遊戲 大家都是重新開始 可能召喚師技能還沒有很多技能 對面的阿斯卡帶了狂熱 沃瑪爾也帶了狂熱 刀鋒寶貝也帶了狂熱 金帶了一個吉總 莫托斯帶了一個戰殺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初的傳說對決 大家都不會玩 玩得東倒西歪的時候 這個遊戲的樂趣 就是從這邊開始的 好吧 那這個時候 我跟我們隊裡的可憐叢塔拉 兩個沒有召喚師技能 我們的呂布 帶了一個狂熱 大家給她一個讚 聽說Switch版的傳說對決 非常非常難操控 今天BBC就來挑戰 而且 我連新手任務都是請我提幫我解的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到底是怎麼操控英雄 不過相信我進入戰場之後 應該會非常適應 喔 買裝在左下角 地圖在右下角 有一點點不適應 買裝要用Y 它是自動買裝嗎 我要怎麼去調整裝備阿 不過它的界面設計我倒是挺喜歡的 因為呢兩邊的隊伍呢 顯示在上面 這樣看絕招的話會比較好看一點點 要怎麼移動小地圖 我真的沒有召喚師技能 我的召喚師技能那一格子裡 是被打一個叉叉 喔 好難用喔 放技能要用上面的L鍵耶 操控起來真的是有一點點不方便 當然Switch版的傳說對決目前是免費的 它可能會有內建一些 需要花台幣的造型嗎 目前我也不清楚 不過呢 從這個遊戲畫面看呢 真的是非常華麗 希望未來有機會 傳說對決也能更新成這個版本 大家說好不好 欸 應該說不好才對 因為目前這個傳說對決的版本 是舊版的傳說對決 也就是說呢 各位 你又可以看到以前的魔龍和凱撒了 真的非常開心對不對 對 我的對手是一個莫托斯 他的配色是比較暗沉一點 買裝之後就算你不買的話 他還會是會自動幫你買裝 欸 凱撒的那個都有點藍藍的 因為我不太會移動地圖 右下角的地圖到底要怎麼移動啊 如果你有玩Switch的傳說對決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的冒險 我們的ID叫做BBCC 好險這個名字還沒有人取走 我覺得點技能有點不好點 要先點X升級 然後買裝又要點 所以你的手速震到非常快 L跟R其實還算蠻好操控的 因為 等於說這兩個技能都是我用食指 就可以點到 L是左食指 R是右食指 那大絕招到時候要怎麼點 好刺激 這個時候對面有個緊打野 我來了兄弟 轉轉轉轉轉轉 可是 Switch版的傳說對決要怎麼切換 我要攻擊誰啊 我今天想要打他又要打他 那這個是要靠哪一個鈕切換 這上面也沒有顯示 我覺得光我買裝備 還有要切換殺人 我就被忙的不要不要 哦 大絕招砍了下去 好難選哦 我明明按攻擊 攻擊是B 可是我跑去打了小兵 這個鎖定模式還是有點不習慣 可能遊戲模式目前也剛上市 各位 舊版的古龍的高畫質版本 就在這裡了各位 裝備真的太難買了 還是放著他自動買 對我來說會非常比較有優勢一點 雖然看起來所有的英雄都能免費試用 可是我選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只有那幾隻能用 難道是因為目前我還在新收藏嗎 你看 高畫質版的藍buff 他肩膀上會發光 真的超高畫質的 可是大家如果Switch的話 應該會跟我一樣 正在玩馬力歐賽車吧 各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 超開心的事情 不是我買了Switch 而是呢 我今天在台灣好開心哦 我今天吃了八方雲級的鍋貼 哦 太讚了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在日本吃鍋貼的話 真的是不一樣 裡面的菜跟肉的比例 絕對沒有台灣的好吃 還有今天 我喝了珍珠奶茶 真的超級開心 你都不知道台灣的珍珠奶茶有多麼的好喝 在日本的珍珠奶茶 他做的非常像是抹茶 就那種比較有茶香的奶茶 就喝起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沒有台灣的這種感覺 好啦 那這個時候我來挑戰舊魔龍 魔龍我好想你哦 你看魔龍也很想我 他跟我抱在一起 哇 他用頭磨我的臉 這些都是我自己想像的 操控起來的話 移動的話還好 可是當你要 施放技能打英雄 你會有一點點手忙腳亂 可能你至少要玩個 15場之類才有辦法適應 好 這個時候 哇 全都是一些舊的東西 說不定未來傳說對決 真的會出這種介面的傳說對決 真的超高畫質的耶 做這個真的不容易 等於說他所有的細節材質都要重新設定 莫托斯安安 欸 莫托斯的造型 莫托書 每次我唸這個都有台灣國語 莫托斯的造型還不是用骷顱頭的造型 還是用他已經變成王子的造型 對 你看我明明就點這個小兵 可是 我的鎖定按鈕會自己跑去打塔 好 走到後面囉 和平喔 各位 還有各位 回台灣還有一件超開心的事情 那就是可以看線上漫畫 日本管理漫畫真的非常嚴格 幾乎所有的翻譯網站都看不了 像是海賊王啊 王者天下 還有約定彼岸島之類 喔 不是約定彼岸島 是約定夢幻島逃離 孤兒運之類的故事 還有黃金神威 目前也是BBCC在追的心翻 在日本幾乎都不能看 因為都被縮起來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日本打擊盜版 比較嚴格執行吧 這是我猜的 這個時候呢 BBCC的造型就戳戳戳 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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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只知道 按技能我會按著手忙腳亂 真的是用手機 按習慣了之後 你再去玩 Switch版的傳說對決 你會覺得 欸 我明明要放這個技能 我手過去就點得到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真的比較難一點 應該很多人都有玩 Switch的傳說對決吧 歡迎加入我們的冒險 不過我可能還要再試一個 15場 這個遊戲目前 這裡面的捲老型英雄 也有菲尼克喔 所以呢到時候我也想練菲尼克 不過像是指向技的話 真的沒有那麼好操作 因為他是使用 右邊的蘑菇頭 你要去位移他的技能 感覺是 也是不錯的設計啊 不過欸 我竟然不是MVP 欸 你看連爆炸的造型 旁邊都有噴一個粉紅色的氣息 好啦 那今天的 Switch版的傳說對決 我的試玩影片就搶先到 試玩這邊我還要繼續去練習 我現在才剛升三級 好了 我已經有召喚式技能 所以要三級才會開啟 第一個召喚式技能嗎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 與訂閱專精 沒禮可打野的噗噗嚇嚇 我們明天見囉各位 掰掰 很帥 這個登錄畫面真的 超級帥 欸 對面的裝備 好吧 這是新手區 那也是沒有辦法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收看我的 玩我的影片 有個小結巴就是我 好 那記得點上一部影片 十個RUN的大亂鬥 也是非常精彩 就這樣囉 掰掰